猛獵 四肢內每個個性不同 陳樂君這人只是希望生存 一個沒有跟的 順一其實他沒什麼事業深 貪靈 勝利 開了爐嗎 就带了蜜蜜 很衝動 很有義氣的人 很自卑 很低調 不知為何星星相識 我們四個人就很快可以走在一起 做朋友 就是這群無家可歸的人 他們聚在一起 有一個歸屬感 基本上大家都很有默契 很快就已經捉到自己的角色 其實很有默契 一個人跑 其他人都一起 因為我們有很多動作戲 有時候可能有某些動作 總結都做不到 特別在那些位置 我們真的會互相鼓勵 不知博國狗 我覺得令到大家更加進入角色的角色 我們有時候會試很多 接下來的一場戲是怎樣演 但我們不是認真演的 我們是玩著搞GAT 但是搞了搞了GAT 又會撞到一些東西 就是埋位要撞到一些東西出來 老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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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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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頭髮的 我真的很想找一些香港新一代的演員合作 我看過他們一些作品 而是很想合作的 而他們的戲質也很像漫畫裡的那個角色 還有阿楓 當我要決定是一個人文名的時候 我覺得他經歷過戰火 來香港的那種迷茫 應該要找些有些經歷的意義 而這個年齡層我覺得阿楓有頗好的選擇 打算全世界都在這裡 文貴紙繞 飄來飄去 都不知道飄到什麼時候才落地 我心裡這麼設定 但我覺得龍遠鋒是挺愛惜年輕人的 龍遠鋒在這幾個人最重要的時刻 都出現過或者幫過這幾個人 竟然突然有一個人會願意接納他 甚至給一個地方安置他 所以他到後來會為這個地方打生打死 我自己覺得第一次想龍遠鋒這個人物 就很直接想到故事 一個好的經驗演員 或者他在這個圈的位置 或者是他跟一群年輕演員的關係 他有適當高度 但他不會跟他們有很大的距離 看他平時在拍戲和現場阿謙和阿楓 那種關係 他們很尊敬這個人 但他也會跟他們開玩笑 玩 蜘蛛吧? 看這邊 都是看這邊 我覺得這種關係 其實我覺得挺像我心目中龍遠鋒的關係 因為其實龍遠鋒基本上就是等於城寨 其實我很討厭怪獸 但他選擇了相信龍遠鋒 就是我自己龍遠鋒的角色 我不想他們每一個人去繼承這個地方 應該是大家的守望相在 幫助城寨裡面的人 每一個人的生活 每一個人睡到天亮 不是因為城寨 你怎麼會城寨呢? 以後城寨 就是你們那些年輕人的天下 一定要在內地板上 你的ung band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好 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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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性 好感性 好感性的一刻 去玩吧 下次玩吧